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心灵大师为了要弘扬佛法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说透过歌曲 透过里面的歌词 让我们打从内心里面去跟佛法接触 因为人间音缘的歌曲有别于一般的歌曲 所以它有这个让我们的心平静的功能 也有让我们发起智慧的一个功能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陈伦杰会长他表示 今年2012年人间音缘卡拉OK的比赛 今天终于圆满了 那么我们很高兴 今天经过三组人马的激烈的挑战比赛以后 我们很顺利的产生了各组的前三名 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评审老师 还有各位参加了所有的参加歌唱比赛的人员 以及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果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欢喜 谢谢各位 其实整个比赛的这个水准都比去年提升了很多 那么很多参赛者呢 他最重要就是说 他不知道如何去选择适合他唱的歌曲 还有就是说 他的音域呀 什么是最美的 应该把这个key定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明年呢 大家要来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我建议呢 你们能够想办法去找到一首歌是最合适合你们唱的 然后最英语最美的那一个key呢 把它唱出来 优胜者也表示 我之前是要去旅行 然后就听到有这个消息 那就是就是想说 如果这种歌的话 佛歌一般我们都比较没有在接触 那可能要多久一点时间来练习 所以有跟雅芬师姐就是请她早一点 让我 因为我就带着那个我们的佛歌 然后到那个cruise上面去旅行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练歌 因为人间音缘呢 我们知道说他们所唱的歌 都是我们幸运大师所作词的 然后都非常有内涵 然后都进化人性的 那尤其是我本人呢 舞婴不全非常羡慕别人会唱歌 所以今天也来是借这个机会呢 来这种方式学习观摩 那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上台 所有精彩的表演将在6月30号晚间7点到8点 在18点8隆重的播映 欢迎您按时的收看